新型肺炎与感冒的鉴别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刘晓静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以后导致的肺炎的表现 它的前驱症状和我们普通所说的感冒 那么这块的感冒呢 我指的是流行性感冒 那么其实他们的前驱症状 可能有一些类似 也就是说一旦感染了以后 病人都会出现发热烟痛 有的人会出现咳嗽咳痰 但是他俩的这个实质的区别是怎样的 就是第一导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以后的这个肺炎 它的病原学是新型冠状病毒 而我们流行性感冒的这个病毒呢 一般是流感病毒 那么要从实质上区别 第一就是病原学是不一样的 第二他们的传播的这个传染性是不一样的 那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性是非常强的 对于流感来说 其实它的传染性也比较强 但是流感病毒分为很多种 其中以甲型流感的这个传染性更强 那么我们要根本上区别 还是要去做病原学检测 也是我们如果出现了发热 咳嗽咽痛这些症状 要判断是不是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还是流行性感冒 一定要去查它的病原学 那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它的病原学是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 可以查到阳性 而我们流行性感冒 我们去查流感病毒的时候 流感病毒的相关的抗原或抗体是阳性 我们可以通过血清血 或者鼻咽视子的检查呢 去进一步判断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